八百九十六页 此之难你身处成老 乐此五戒 亦以五戒至极 就是自首 以秀其身 我已比前献忧婆色身 此因尽是难 可以亲近成是三宝之难之 献忧婆一身 即尽是你说五戒 为人道因 五戒前此只为上等人 若此世界未免免中不足 若此三戒只为中等之人 如果此两戒只为中等以下 但此一戒也可以不识人生 此人前生此戒太少 所以的人生极为疑痴苦恼 所以应当此满分戒 满分戒就是五戒前持 诸位 佛在世的时候 一受戒 一次要说五戒 在这里要特别交代 这个五戒跟满分戒 多分戒 少分戒 诸位 这个是红一大师 方便后代的众生 在佛在世 不能受一戒 不能受两戒 一受戒 五戒前持 所以现在有满分 又不是 或者多分 或者少分 其实源自于红一历史 那么红一历史是慈悲了 怕大家五戒没办法前持 就设一个少分 又不是又不是多分 又不是又不是满分 又不是又不是 是这样子 红一大师 非常的慈悲 持五戒 就是儒教 所讲的人 就是不杀身 义 就是不偷盗 离 就是不携影 智 当然就是不饮酒 有聚会的人不饮酒 信 有信用的人不打妄语 这个人与人相处 无信不能利 你这个人讲话不守信用 常常讲妄语 谁会相信你 对不对 自己说了也不算 这个人讲话守信用 以后大家都知道 这个人不犯妄语 这个人说了算 这个人讲话说了算 所以诸位 你没有钱没关系 但是你没有信不能利 你的人格破产 就是因为你讲话 通通不及实践 常常打妄语 你的人格破产 以后你讲的真的 人家也不相信你 所以在座诸位 你讲出来的话 一定要去实践 记住师父的话 没有能力 就千万不要答应别人 你可以拒绝别人 为什么随随便便 答应别人以后 却不去做 这个不可以这样子的 像我们师父 没有这个能力 我就不能答应你 所以很多的国家 要来邀请师父演讲 目前我没有这个时间 我要尽心尽力的把这个 嫩眼睛讲完 所以我没有承诺 没有承诺 不杀 忍也 就是不道是义也 不邪淫就是离也 不妄语就是信也 不饮酒就是字也 为所无戒 令其成就 轻信是你之身 底下 若有你能内政立身 以秀家国 我亦比以前 信你出身 即国夫人 命父大姑 而为说法 令其成就 这个要解释 若有你能 内政立身 就是管理内政 就是辅佐 丈夫 就是内政立身 以秀家国 以秀家国 那么表示 他的地位很高 我亦比以前 信你主身 这个你主身 表示说 我们说男主外 女主内 上至朝廷 下至家庭 女人都是这样子 都是主内 所以信女主身 以及国夫人 那国夫人 当然就是国母 是不是 命父大姑 命父就是 受朝廷 告命之父 比如说 彻封里 一品夫人 二品夫人 三品夫人 这个就是命父 受到朝廷 皇上的 一个赏识 一个封号 告命之父 告 左边一个言 右边一个告 受朝廷 告命之父 叫做命父 那么大姑 这个念姑 这个姑 含有两亿 一 这个姑 通通是女众 在称呼的 比如说 国家里面 朝廷里面 有的呢 那个那个妇人 很有德性 然后来教 这个朝廷里面的 这些妇女啊 或者是这些妇人啊 等等 这就称为 叫做大姑 这大姑是很不容易的 是皇上赏识 朝廷认同的 一个有德性的女众 叫做大姑 那么如果是叫姑姑 就是皇帝的母亲 还有太子的母亲 就念姑姑 不是念姑姑哦 姑姑 我们念姑姑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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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以前 以前的朝代里面 在皇宫里面 皇帝 叫自己的母亲 不叫妈咪 不是这样叫的 要叫姑姑 不是念姑姑 不是 要念姑姑 为什么我知道 有看那个连续剧 有看到 姑姑 我原来是皇帝的母亲 要念叫姑姑 或者是太子的母亲 你也要叫姑姑 奇怪 对自己的母亲 为什么叫姑姑呢 后来才看到这个 哦 原来是这样子 所以以前的称呼 跟我现在不一样 那么在台湾 全世界的母亲的叫法 哦 那就是差很多 在台湾 阿姆 阿姆 对不对 那我们呢 中文叫的妈妈 妈妈 哦 如果是新加坡的英文 叫做妈的 妈的 日文呢 お母さん 就是叫妈妈 那么如果是英国 大家一定都是叫妈咪 英国都是叫妈咪 美国也是妈咪 都是这样子的 所以大姑 这个有很多的含义 简单讲这个姑字 通通是用在女性的 而为说法令起成就 看注解 此信妇女生 内政立生者 女正位 妇女 故业内政 家门以内之事 女人主之 孝敬 温姑 指丈夫的母亲 叫做温姑啊 教育直女 是为内政 是为内政 贵而能寝 负而能减 当他很中贵的时候 他是很勤俭的 负的时候也能够减 也是勤俭的 这个减啊 简单讲就是节省的意思 虽然有钱 可是还是很节省 真 敬 真减 就是坚定 这句啊 有一个沉默 就是女人不需要讲太多话 该讲的时候要讲得得体 悠闲 这个闲呢 就是文静 很优雅的意思 就是说 女众啊 很有气质 很有气质 以修女德 哦 这个女德在古时候 是很重要的 啊 名誉立身 闺门为万化之源 啊 所以闺门就是 女子 闺方 闺房的门 这是 这是指女子的 呃 卧室 叫做闺门 那意思就是说 家里 女主内的意思啊 只要 在家里 这个女众就扮演 万化之源 除了生育啊 还养育 还要教育 统统是落在 女人的身上 因为 丈夫啊 忙嘛 生育是女人 养育也是女人 教育 家庭教育也是这样子啊 要不然孟母 为什么要三千 那爸爸因为会比较忙碌咯 所以这个闺门 叫做万化之源 它会影响整个 社会跟国家 所以家庭教育 不好的 那就 这个小孩子将来 就是一无是处 一无用处 这家庭教育 是很重要的 关于国家之 自乱兴衰啊 旷官 自古 基金啊 上至朝廷 下至家庭啊 无不截然 你呢 又为教育之所系 孟母 为什么要三千 就是妈妈 要教育 要好的环境 要好好的教育她 母教 更有利于私教 母亲呢 那么 教导儿子 又是他自己 身上的血脉 又是自己的儿女 当然是至亲啊 孟母及其 为政 及其政言 以修家国者 及内政 利生 而生修以 感化家庭 关系 国政 诸位 忠诚 必出自孝子 你一定要记住这句话 一代的宗臣 他在家一定非常孝顺的 所以在座主委 我选择 当家 就是一定要站在这两个角度 一定要是孝顺师 师父 上人的 所以法师 在家 也是非常孝顺 那么 法音师 是备用当家 他 对师长 对母亲 也是非常孝顺 那不是说其他法师不孝顺 不是的 不是其他法师不孝顺 所以我选择当家 一定要站在 忠 忠于常住 他一辈子 都不会背叛师父 所以我选当家 很简单 找课参加 网课参加 武功参加 讲堂所有的课程 参加 再来 他的德性最重要 你有没有这个才干 没有 没有关系 反正 师父这个讲堂 有师父在 对不对 那么 有的人想是 要影响到千秋万世 我不敢这样想 能够影响两代 对不对 也算不错了 因为 这种 红法的身材 可亦不可求 你要是 要像徒弟说 要栽培像师父这样 红法立身 他没有这个能耐 所以也不要期盼的很多 他只要把这个讲堂 照顾好 不要把我变卖 换现金 这不一定 不一定 这样我们已经很感谢了 所以我们也不敢说 他能够撑几代 所以也不要想那么多 不要想那么多 所以感化家庭关系 比如说 叶无目之母教 叶无目 当然大家就是 就知道这是叶飞了 叶飞1103到1142 活39岁 叶飞简单讲一下 这是南宋抗金的名将 金兵来犯 带兵跟金兵打仗 香州 汤英仁 至彭吉 宋高中的时候 官至太尉 加少保 大破金兵 进至朱仙镇 两河一金 纷纷 响应 只有高中勤快 至流 主和派一心求和 以十二道金牌 召回 嫌疑 莫稀有的罪名 在风波亭 把叶飞杀掉 那么宋孝宗的时候 加封叫做五目 所以五目就是叶飞 然后宋宁宗的时候 追封为恶王 恶王 两个口 左边两个口 又再一横 再一横长的 啵啵啵啵的磕 右边 再一个耳朵 那个恶 恶王 两个口 左边两个口 然后再轻轻的一横 再加一横长的 再啵啵啵啵的磕 右边一个耳朵 就是恶王 改式中午 叶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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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母在背后 是一个精忠报国 对不对 精忠报国 我们这个电视剧里面 都看到到 已成精忠报国之志 家通大夫以上 国通诸侯以上 你能 如果能够 立正立身 修身 为其家 治国 平天下之本 我一笔钱 观其志愿 获献 你主身 即天子之后 获献 国夫人身 也就是 帮君之妻 君 称之耶 夫人 国人 称之耶 君夫人 一国 祖君之妇 命夫 就是受朝廷 告命之妇 朝廷告命之妇 就是皇帝 侍绝 或者受官的 照命 大部分都是 一品 二品 三品 夫人 主委 只有前面三品 后面叫做 撤封 不是告命 撤封 那么在前一月三品 那个叫做 告命 这个还是有分的 其因夫容 丈夫为官 你能受告封啊 这个告封 在明朝 清朝 尤其明显 明清 对于官员 以及其以先代 先代就是 祖先 或者七世 受于封典的制度 五品以上 用皇帝的告命 受于一品 二品 三品 四品 五品 称为告命 或者封告 或者是称为告封 五品以下 叫做赤命 受于称为赤封 赤 就是福赤 一个树 再一个名 一般都是在 庆典的时候颁发 那么随着朝代 有的 有调整 到极品 但是一二三品 都是告命 所以告命之父 其因夫容 丈夫为官 你能受告封 大孤 孤 就是训孤 训孤 就是解释 这个训 这个家 这个家 训 主要那个训 就是 意思是 解释为孤 这个训就是解释 简单讲 这家 训孤 要念 孤 解释为孤 应当解释为孤 所以这个训 梗在中间 哎呀 很多人都搞不清楚 训就是解释为 就是这个大孤 这个孤字 应当解释作孤 才得兼备 能为女主之师 如 福 如汉 汉朝 福丰 乃至泄民 福丰县 朝四十五之妻 乃至童俊之 斑标之女 河地 常遭入宫 令皇后 贵人 诗诗之 诗诗之 诗称朝大姑 为说三重适德 三重适德 要解释一下 三重 很多人 大概都背得出来 适德就没办法了 三重 贵价钱 重复 计价 就重复 夫食 就是重子 就是三重 诸位 记住 这个是中国 以南系社会 来解读的 如果是母系社会 像泰国 它是母系社会 非洲 很多都是母系社会 就不是这样念了 变成 未结婚前 就从母 即结婚前 结婚后 就从妻 那么 七十 就是重女 就是刚好颠倒 中国 它是尊男 那女就比较卑 所以 为嫁 重妇 即嫁 重妇 夫食 就重职 就是三重 那 现在人 有三重 都也可可重 他后来听老百 老百 后来听他人 大家都没听 他 就是三重 在家 为嫁前 父亲听他的 即嫁以后 老公听他的 老公还没死 前家都听他的 三重 事德 什么叫事德呢 叫做 富德 富言 富荣 富功 这个要好好的解释 来听君文化的女众 特别多 这也好好的解释 富德 事德就是 女能要有女能的德 富德就是 女能要有一定的品德 品德 叫做富德 第二 叫做富言 言语的言 就是言语就是辞令 就是女人讲话 要柔软 不要破格 破格就是破格 用量 讲起话来 离开那个格 对不对 我觉得中文很有意思 那个格 有一定的规矩 就是格子里面 破格 就是离开这个格子以外 就是破格 讲话超过女人的本分 对不对 不应当讲的 他也讲了一堆 富言 就是如果你是富人 那么你的言词 就要柔软 不伤人 要懂得 该讲话的时候讲 不该讲话的时候退 所以这个女能的言语 列为 事德里面最重要的 叫做富言 第一个是富德 女能 富人要有德 那么富人要有言词 讲话要知进退 再来富荣 这个特别重要 富荣 荣就是仪荣的荣 就是表示这个女人 一定要打扮 这个是一种礼貌 就是仪态的意思 仪态的意思 我们仪态 简单讲 就是我们要有位移 态度要好 简单讲 女人 结婚以后 在家里 出来 跟外面接洽 一定要简单 整理一下 衣容 不可以说 头发 像巢穴一样 脸也没有稍微整理一下 衣服 随便拉里拉她的穿 也不洗 还饿得发臭 这个是在中国来讲 是非常忌讳的 叫富荣 荣 就是荣帽的荣 就是你要对你的脸负责 对你的仪态负责 换句话说 要给丈夫好印象 要给一切的众生好印象 直接了当讲 就是女人 不可以拉里拉她 不可以的 最后一个叫做 富工 工就是 工用的工 工人的工 又称女红 女工 女红 就是红色的红 女红 富工是什么意思 这个古时候 富女 要做几件事情 一 纺织 要懂得纺织 二 缝练 三 刺绣 纺织 缝练 刺绣 这一类的工作 制成品 叫做女工 用现在的语言来讲 就是女人一定会做家事 要会做家事 叫做女人 诸位啊 像我有一个习惯 我有一个习惯 比如说 我在自己的客厅里面 有动用到 碗啊 有时候胃不好啊 自己弄少许的稀饭啊 碗啊 弄一点小菜啊 怎么样子 我那个碗一放下来 还没有刷牙 我一定会全部把它洗得非常非常的干净 因为我绝对不会把那个碗筷摆在那个地方 没有这个习惯 哎 我觉得那是一种很舒服的感觉 那个碗筷吃完了 立刻就一定会把它清洗得非常干净 这是我的习惯 我是一个男人 都是这样子的 何况一个女人 把那个碗筷放了 放在那里 这些高侠 嘎抓 麻衣 那么平等干什么呢 分担给这些吗 这个不行 女人这个不行 整个房间里面放着 蚌肝蚌撒 嘎抓 哇 那个不行 对不对 我们 妇女的工作 要做 在家的工作 这一定要做 所以妇女家里的事情 简单讲 家事一定要做 才像一个女人 这个就是 妇德 妇言 妇容 妇工 那么现在我们有职业妇女了 那么职业妇女呢 大家就上班 上班 可是你回家 家事还是要做一点 还是要家事 还是要做一点 对不对 以下 这三重事的 端庄俗胜之法 令其成就 以下 若有众生不坏难跟 我亦比前 献同男生 而为说法 令其成就 此献同男生 若有保守天真 不然欲成之男子 天真 为谢 难跟不坏 有志 终生持守 是为同真 我亦比前 献同男生 为说守真 报仆 诸位这个字打错了 报仆 这个用义部来讲 是不对的 要用目部 仆 目过是用义部 这个仆字 叫做 怀藏着 真才实险 那么如果用目部呢 就是不失其本真 所以应当是目部 为说守真报仆 就是守住同真 而不失其本真 就是这个意思 故经保元之法 所以这个义部应当改成目部 令其成就 同真也 报仆 翻过来 八九八 若有处女 爱要处身 不求亲报 我一笔钱 献同女生 而为说法 令其成就 处女 就是还没有出嫁 保持同真的女子 叫做处女 此信同女生 若有处女 一名处之 乃是未出闺门 未嫁之女子 爱要处女之身 守身决意 白归无垫 这个归呢 就是古代的玉 古代举行典礼的时候 用的一种玉器 它是扁平 而且是长行的 前端是三角状的 前面是三角状的 这白归 简单讲就是白玉 无垫 这个垫 使玉有一点点缺点 叫做垫 有缺点的玉 叫做垫 白归无垫 不求婚嫁 它是一点染物都没有 就像白玉 就像没有缺点的玉 不求婚嫁 它不想结婚 众有强识轻暴 破之令嫁 也是所不从 愿终生不治 不治就是许嫁了 以前呢 那就是嫁 嫁 所以老一辈的 像我妈妈 嫁给姓林的 就是姓 叫一个林五郎氏 就变成一个 加一个冠夫姓了 那么泰国就不一样了 如果说 我是嫁到 如果我是南中 嫁到 这个越南去 越南去 越南是叫做卵氏 卵氏 它加一个氏 所以每一国都不一样 如果说我们今天呢 以母系社会来讲 我嫁了 那就讲了 就不是叫做林一千 叫做卵林一千 那就变成这样 这样念法了 母系社会 就变成这样子 那么我们现在 父系社会 就是现在人没有在家了 因为他要嫁很多人 准备要嫁人 你又嫁那里 不嫁就有机会了 对不对 那嫁了以后 就很难去改变了 所以说 愿终生不治 就是不许嫁 不惯复兴 勇为处女之身 我亦彼前献处女身 为说坚真美德 清净至极之法 令其成就 上至天主之辞 乃是大事 以如患三昧之力 应众生需求之心 干目随身 逢场作戏 什么 以前有一种艺人 就是街上卖艺的人 碰到适当的地点 就开场就表演了 那一只竹竿就开始表演 那一定的场合 大家来戳戳热闹 对不对 献他的卖艺 献他的艺 所以讲竹竿随身 这个是什么意思 就简单讲 竹竿随身逢场作戏 就是这个艺人 随身携带这只木竿 走到哪里就表演到哪里 走到哪里就表演到哪里 就是逢场作戏的意思 同事设花之妙 以下是八步 希望离开这个八步 若有诸天乐出天轮 我献天生二位说法 令其成就 以上诸科 皆应需求 令得成就 出世入世之愿望 以下诸科 皆应愿离 令得成就 出离本位 得生人道 问 于去求生人道 世事不宜 天本圣人 何以反求转入人道呢 答 天道虽乐乐有中进 五衰向先 诸位 你一定要记住 天人到他死亡的时候 很辛苦 我解释一下 你今天 在人间跟天道 不一样 天道 灵命中的时候 五衰现象 比如说 你去 天人在寿命当中 身体会出现 种种的五衰现象 就是这个天人 就活不久了 第一 他如果去 摘一朵花 头上插了那个花 花插下去 嗯 花立刻枯萎 跟人间不一样 人间这个 那个老婆婆呀 对对对 去花园里面 摘一朵花 大红花一摘 在人间 那个花不会枯萎的 摘一只喇叭花 摘在这个地方 喇叭花 三四五天还不会枯萎 天界不一样 天界摘一朵花 一放进去 那个花立刻 枯萎 算衰尾起来的意思 天界的人 到底命中 你按钻 真的衰尾起来 灰 刺下去 练去 马上就练掉 第二 意下出汗 有的人啊 就像 男重女重 这样 有这个糊臭 有这个糊臭 对不对 坐上公车的时候 手一挤起来 大家敬而掩之 敬而掩之 有糊臭 那么这个糊臭 到现在为止 就是开刀 也很难 也很难 天人就是这样子 一到年岁大的时候 它一直冒汗 一直流出水来 一直流出水来 控制不住 像水到水 一直流 一直流 你怎么擦 汗又流出来 你怎么擦 汗又流出来 天人到死了 看这个一窝就知道 人死的时候 人死的时候 要测试这个鼻孔 看有没有呼吸器 有没有呼吸 天人要死的时候 要看这个 腋下一直流水 那个很脏 而且有味道 第三 一场误会 这天人 在灵命中的时候 你给他换新衣服 新衣服立刻变皱 立刻变误会 没办法换衣服 因为他们不是物质的事件 他们是一个业力 心所感应的业力的事件 他们是维系的事大 所构成的 跟我们这个肉体的事大 是不一样的 动力 他的业已经尽了 他随时是可以再改变 衣服穿了 立刻就脏 立刻就折皱 因为他们是由业力所转变 所以人在这个人间 修了五戒十善的时候 到天人 一下子去 马上就转换成天人 马上就转换成天人 立刻就转换成天人 所以他们是一种化身 跟我们人间是完全不一样 人间呢 你老菩萨要死的时候 你把他换新衣服 他还是新的衣服 但是天人 你再怎么换衣服 那个衣服立刻折皱 一刹那之间折皱 肮脏 连衣服都有出这个味道 第四 天人 这五衰现象 第四个 身就失去微光 微光 就是没有这个光芒 还有眼睛常常 顺目 你来跨着天人 顺目 顺目就是一个目 摇顺的顺 顺目 顺目 就顺顺目 这顺顺目 这顺顺目 这顺顺目就不知道 顺顺目 这国语就不会讲了 一直顺 一直眨 一直眨眼 一直眨眼睛 而且身上产生臭气 天人药食的时候 比人间更惨 比人间更惨 人啊 你把他身体洗干净 还没什么味道 对不对 第四 身思微光 常顺目 身产生臭气 恶臭难闻 天人药食的时候 第五 不乐于本座 还有啊 唯腻 欲腻 就是说 不乐于本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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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坐下来 就像得重度忧郁症一样 重度的躁郁症一样 坐下来 又爬起来 坐下来 又爬起来 坐下来 坐不到几分钟 又起来 坐不住 坐不住 或者是唯一 欲腻 这个唯一 欲腻 要把它解释得 很贴切的话 就简单讲 就是 完全失去 这个难理 没有兴趣 而且也没有办法 去做一些 恩爱的事情 叫做唯腻 欲腻 那么这个 五衰现象 到天人一碰到 谁都没办法控制 就准备等死 人间的死还没有天间 死得那么惨 五衰象限 毕竟无常 又这天人着乐 天人着乐 不肯修行 陪向国言 整心 律去菩提 为人道 为能耳 所以 诸佛 皆从人中 得到啊 三圣圣人 以皆人圣修正 所以诸天 乐出天伦 得圣人道 记得人生 可称 世圣也 我献天生 为夙无常 苦空 无我之法 令得成就也 若有诸龙 乐出龙轮 我献龙生 而为说法 令其成就 观点音 犯以拿起 此因龙 龙有四类 这个 这龙啊 还很苦 投胎成龙 非常的苦 小龙就是蛇了 一 守天宫殿 二 星云 降雨 三 开渡 结江 结就是 疏通 河道 岛水 使这个 烫行 第四 就是守护 扶藏 守护 扶藏 其类不一 孤夜 诸龙 过去也曾修复 所住宫殿 也为 宝尘 身能 变化 多化 人形 为五十 不免 蛇行 诸位 龙啊 不是一辈子都做龙 在出生的时候像蛇 像蛇的形状 睡眠的时候 龙行 没有了 睡觉的时候像蛇的形状 盈溢的时候像蛇的形状 称恨的时候像蛇的形状 蛇的时候又像蛇的形状 所以不是长时间维持龙的色身 龙的形状 这个龙在中国就特别的盛行 可是没人看过 也不晓得长得怎么样 所以啊 若有蛇龙 乐出龙 我献龙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 所以龙还是很苦的 龙还是很苦的 在经典里面 还有一种 叫做龙会长虫 这里没有讲到 看这个大章经的时候 龙啊 它是会长虫 每天的一定的时间 它就一直养 一直养 我那个昆虫抓不完 那个虫一直养 养到受不了 比皮肤病还严重 这个是经典讲的 它这里没有写 这个很苦的 就是这个龙 就是一直流浓 然后一直养 一只养 长阿含经 说明龙有三患 一热杀制 神 就是烤啊 这个热杀 每天呢 时间一到 这个热杀 就会烤它的身 热到使它受不了 第二 封坏工医啊 封坏它的宫殿 和它的衣服 第三呢 大鹏金吃鸟啊 哎 会吃它 因为有多种苦 所以乐粗啊 处理这个龙伦 然后韩经又说 就因仙事多称啊 兴起不端啊 犯戒斗争啊 故多隆忠 再就注意啊 你这几个字啊 千万要把它画红线 你一定要警戒在身 诚恨心不可以有 顽其不端正的心 不可以有 犯戒的心 斗争的心 不可以有 要不然你就会多龙啊 虽然你今天的 听经文法修的一些福慧 这个 这些恶习惯 你一定要改掉 再什么事情 记得用理性处理 千万不要起称恨心 还有心啊 不要怀鬼胎 心起不端 不端正的人 有修一点福报 心不端正的人 他就会多龙生 由大行不施福利 故七宝为殿 我献龙生 我一说 不施持戒 正直柔和 简单讲 你懂得不施 更要懂得持戒 还要正直 还要柔和 不是只有不施完了 就算了 不施完了 有大福德 可是不持戒 不正直 不柔和 不仁慈 不千让 那么你就会多龙生 就会很麻烦 所以令其成就啊 所以啊 只不失啊 不改称恨心啊 是后果不堪设想 记住师父这句话 只懂得不失 不懂得改掉 称恨心 你的后果 是不堪设想的 你那个果报 是会很麻烦的 若有要差 乐度本轮 我已比前 现要差身 而为说法 令其成就 反过来 九百 犯一要差 此因结疾 结就是迅速 疾就是快速 其行结疾故 一名永见 的勇猛强健故 或因报恶 其行报恶故 有地行要差 空行要差 飞行要差 等等 三种 最甚王精英 是等要差 世界爱乐如来正法 身心护持 乐度本轮者 因受福法 欣喜之力 知报恶为 堕落的因缘 所以乐度本 乐度脱本轮 我献要差身 唯一所持记 修复 柔和善 顺之法 令其成就 人伦 若能兼修 惠业 一个成就 圣伦 九百页中间经文 若千达婆 乐托其伦 我已比前 献千达婆 身而为说法 令其成就 千达婆 中文叫做香音 在西米山南 金康枯住 此神不但酒肉 为始诸香 一知五音 是替世的月神 月神专门奏夜的 奏夜的 第四 西月 一皇大帝 西校音乐的时候 只要烧沉水香 这个神就形香而至 好乐托本轮 我已比前 献千达婆身 为所履于放逸 及五戒 中品十三之法 令其成就 最后两行经文 若阿修罗 乐托其伦 我已比前 献阿修罗身 而为说法 令其成就 九百零一 阿修罗 此因非天 有天的福 但是没有天的德 就是知道要布施 可是不知道 要修德性 有福无德 叫做阿修罗 这是指化身阿修罗 是天气色 阿修罗有四种的 更有胎生 生人间 卵生 生 卵生是鬼 鬼气色 那么师生是畜生色 一眼无端正 男丑女美 阿修罗 男的很丑 你的很美 诸位 你今天 在这诸位 所有女众 你今天如果长得很漂亮 但是你的称恨心情很重 你有可能是阿修罗到来的 看起来碎碎 不压着 那个可能就是阿修罗来的 阿修罗你来自人间投胎 特别漂亮 可是称恨心很重 我们听到佛法了 我们要好好的做 无端正南 没有端正南 长阿罕经说 南州金刚山 有修罗公六亲游巡 南笋行术 笋就是栏杆上的横幕 叫做笋 南笋行术 每日三十苦继自治 刀枪尽机 这个机是古代的兵器 由毛跟割组合而成的 可以刺又可以倒钩 这个叫做疾 就从宫飞入宫中 修罗如果不躲 必受杀伤 所以生宴里乐托其伦 阿修罗很苦 每天时间一到 刀枪就从空中飞进来 刀剑就飞来射 那就很累 明义极云 由于在阴地时 虽行五常 虽然也守 人力理智信 但是猜忌心特别重 猜忌心就是什么都不相信人家 海底下那句更糟糕 欲胜他顾 碰他什么事情 就是一定要他赢 非赢不行 就是没有给对方一点空间 讨讨论的空间 互动的空间 我就是什么 强势的作风 猜忌心 猜忌心就是不相信别人 时时刻刻 不相信别人 我告诉你 疑心病和忌妒心 综合起来的心态 叫做猜忌心 猜忌心 什么都不相信别人 什么都嫉妒别人 什么都要强出头 这个就麻烦了 做下品的十善 敢修罗生 还好做一点点善事 我以笔牵线 阿修罗生 为说 此人千功 虚心受教 以及中品十善之法 令其成就 901中间 按法华经谱门瓶 此步之后 有家罗罗 此云金赤鸟 以龙为死 龙求佛 救 佛受家沙 必 就是食 产龙脚 乃至产家沙 一履一折 金赤鸟 皆不敢吃 这个金赤鸟 也来佛求救 说佛爷 你没有人吃你 为什么来求救呢 这个大鹏金赤鸟就说 我不吃龙 我如果没有龙来吃 我一定会饿死 佛怎么不可以救我呢 这个跟我们现在的 野生动物一样 像老虎啊 狮子啊 豹啊 猎豹 一出生就一定吃肉 绝对不会去吃 吃素的 我没有听说过在 非洲的野生动物里面 老虎啊 狮子啊 猎狗啊 猎豹啊 他会去吃素的 他会去吃素的 不太听过 所以有的人果报 一出生 他就是定业 没办法转 说佛安可不救呢 佛爷 如尊无教 不可食龙 我每日受食的时候 不失 不失 如实 现在 四则 四则 去云 大鹏金赤鸟 旷野鬼神众 罗刹鬼子墓 甘露西充满 王摩尼灵山下 这样 这个老菩萨 以前呢 大家都念台语的 我跟他讲 他念 王摩尼灵山下 他跟他打斗病 一打 王摩尼灵山 他说 我会做经历 他还知道 我念到这一段山 故意脱离七轮 大事献同类身 为所仁慈 爱物之法 令其成就 此经 没有这一步 量其抄袭之脱落 也 最后一行经文 若吉那罗 勒托其轮 为比前 献吉那罗身 而为说法 令其成就 翻过来 吉那罗 指引 一神 其行 一神 类似 类似 一神 其形状向人 头又有一个脚 有看到的人会生瘀 那么唐 翻译成 歌神 不是张学友了 不是歌神 是帝是唱歌之神 貌醋而阴美 那么菩萨 处 太精言 西米 西米山北 十宝三间 由吉那罗 一宗 制化 游戏 布施之力 聚七宝殿 寿命几场 天一昼夜 一下汗流 便至上天 第四请佛 诸天 弦歌 颂法门 即中品十三之法 令其成就 在人间很会唱歌的 不邪佛 将来就会变这个 吉那罗 去唱歌 给方代 听 不邪佛 再来 902 若摩佛罗杰 乐托其伦 我一笔钱 献摩佛罗杰身 而为说法 令其成就 摩佛罗杰 此因大莽神 亦因地龙 而没有神通 乃是属于富行 叫之天龙 其苦自卑 此类因心中 多吃 会 吃 顿点 不但一次又恨心特别重 在这里要注意 那个会就是恨心特别重 恨心难消 恨心难消 受到委屈 一直痛恨对方 包括你儿 痛恨他的父父亲母亲 儿子 痛恨他的爸爸妈妈 都没有想到 自己 对这个家庭 有没有贡献 世间众生 就是只顾恨 都没有想到别人的立场 多吃 会就是恨 所以感之果报 龙矮 无知 矮就是痴呆 傻傻的 我们讲的笨蛋 stupid 就是龙 耳朵听不到 矮就是痴呆呆的 那么无知 常寒毒 伤身 必更堕落 寒毒 这个就是身口意 怀着恶心 寒毒伤身 就是说 用那个不实在的东西 骂人家 批评人家 心怀毒 这个毒 身口意 包括三叶 常寒毒 伤身 必更堕落 所以不可以发恶心 生不可造恶 这个毒就是恶业的开始 亲乐托本类 求生人道 大师为献同利生 为所修慧 修持 忍辱 柔和 以及中品 十善之法 令其成就 底下 应人修人 903页 经文 落足众身 乐人修人 我献人生 而为说法 令其成就 落足众身 众身之名 本是六道通称 此对底下 乐人修人 也就是他喜欢人道 好乐 生生世世为人 经典说 人生难得 今生记得 好乐 修持人道 来生不是人生 所以乐人修人 六道之中 诸天着乐 一道多苦 所以乐的人生 又以人生 仿之 才能够 仿之复乏 所以诸佛 既以仁众成道故 又 仁道 意义修正 出世的四圣 皆仁道修成 所以八部 皆乐托本伦 转身仁道 仁者仁也 测隐之心 仁皆有之 说我们要有同情心 测隐之心 就是人 孟子也 无测隐之心 非人也 非人就是禽兽 用佛教讲 没有慈悲心 没有测隐心的人 没有仁慈心的人 就跟禽兽 没什么两样 事则内教 外教 接种人伦 唯一笔前 直现人生 唯是无界 忠品十善 令其成就 无应能修人境 以下 落足非人 有行无行 有想无想 乐托其伦 唯一笔前 接现其身 二位说法 令其成就 执掌云 上科人伦 同说 人亡 宰观等 不尽之机 此刻非人 通说 天龙八部等 不尽之类 一笔所不赦 皆赦在此 常随子弦 这个念弦 常随子弦法师云 如果是有行 有行体 又有颜色 这个色印 翻过来 九龄式 如修究 精明之类的 后面有讲 修究 专门铺这个吉凶的 这精明 后面都讲得很清楚 二 无行 又没有色印的 比如说 空散 消沉 像虚空一样 既没有形状 又没有这个色印 就像虚空一样 如果有想 但是呢 又有 试印 又有后面的试印 受想形式 简单讲 如果有想 有种种妄想 又有后面的四种 受想形式 的印 那么比如说像 鬼神啊 精灵啊 等等 必是 如果没有想 又没有适应 那又没有适应 意思就是 但有适应 比如像精神 就化成土木 金石 无想 又没有适应 当然就只有 剩下设法了 那么就是变成 土木 金石 等等 有好乐度 其本轮 转身人道者 我以彼等之前 以各谁其类而现身 各应其机 以说法 以令其成就 先解释一下 世民妙境 就是一体其用 大用献钱 三色应身 入住国度 这一三昧 怎么样 文殉 就是 本觉 文性 内殉 第一个文殉 就是 本觉的文性 内殉 使觉 妙治 本觉 文性 内殉 使觉 妙治 这就是文殉 用这个觉性 殉这个妙治 再来 文修 这个文 第二个文修 上面加一个反 反文 文字性 那个反 反文 习修 就是修习 清静自性 反文修习 不生灭的 清静自性 妙治 无作妙力 自在 成就 上三句 子所献之身 底下四季 出启用之本 这个四字 应九界 之机 四名妙境 四字 这个四 应九界 九法界 就是九界 除了佛法界 以外 就是九法界 浦门 四现身相 上节列 总标之名 下位妙境 三十二应 若之国度 一时顿现 谁列各应 也妙 所现身相 不着一相 也净 有妙者不可思议 净者无所染着 也就大事 正缘同意 而的三轮 不失一之名正 先由一轮 见即即定 应以合身 得度者 即现合身 应以合法 得度者 据说合法 身口 一三轮 皆不思议 也妙 以即无染 着 也静 是为妙境 三色应 路国度生 也就是十方 诸国度 无差不现身 以一身 普入一切差 一切差 中做佛事 如是妙用 来蹭圆通体 所起 皆由耳门 修正三昧之力 文心文修 由本节 文性内心 兴起死皆妙志 做反文 修习之功夫 实施反文自信 心变 执着 之习气 把执着的习气 变成无所住 解六阶破无印 妄穷真路 生灭 即灭 即灭 现前 这个我们的念到 滚瓜烂熟了 得逞 无中妙力 即不假 周易不可思议之利用 一身不分 而普现 万机 弦 硬 以无为 如一夜在天 影灵 中水 夜起 周易 而临随 千江 游水 千江夜 世间之物 善然 何况大事 圆通 妙力 自在 成就 即任 应 恶应 有感 是通 千处 祈求千处应 苦海 常作 渡人周 以上所现 三色应之身 以法伐 经浦门品 互有出没 比如说天气 天气 持有四天王 国太子 人气 这里有女主 以及国妇人 那么浦门品 这没有 八部当中 那么 彼有 加罗罗 八部外 彼有 执金刚神 那么 我们这次 任言经都没有 大事 妙应 无方 神话 莫测 三色应 也不过列说 而 实质 硬发 无尽 所以两经 随意取舍 已成三色树 所以三色树 也是表法的 分类 其实是无量 无边 明镜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